刚才呢 SpringBoot的程序在启动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图标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图标 这个呢 我们称为binar 这个当然了 这个显示什么 无所谓啊 这个图标呢 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那怎么改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呢 有一个网站 我们防御在这个网站 然后呢 你想显示什么 是吧 然后在这写上 然后呢 你想显示什么效果的 从左边选择 比如说选择这个效果的 对吧 那下边就这样的 从这里边选择你喜欢的 样式 对吧 这是small 然后咱们比如说换一个 这个对吧 这个太长 换一个别的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希望 SpringBoot的程序在启动的时候呢 显示这个 显示这个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想修改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复制 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一个文本文件当中 我在一盘下呢 创建一个文本文件 这个文本文件呢 需要叫Biner Biner 然后打开 在这里边呢 我们把刚才复制过来的图标 粘进来 保存 OK 然后呢 把这个Biner.tst文件 我们放到这个 注意要放到SpringBoot工程下的 Resource 这个下面 粘贴 好的 那么呢 我们再次启动项目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显示 我们在这个Biner.tst文件当中 所定义的这个 这个标志 行 停了 然后再启动一下 启动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标 是吧 就是定 就是我们在这个 文本文件当中的 那个图标了 好的 这个就是SpringBoot的程序 在启动时 这个Biner的 如何实现修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